今天的360Y行 带您来看到 则是台北万华一家百年的营楼老店 它呢可以说是台湾营楼业的元老 而70岁的第三代传人 坚持用古法精致的手工来打造金饰 所有的打造工具 其实也都是他自己制作的 但是他现在也是非常的感叹 因为技术就快要失传了 而他也是把艺术家一生的傲骨 全都融在金雕作品里面 希望能够找到伯乐欣赏 金光鲤鱼 闪闪发亮 鱼尾摆动 栩栩如生 薄皮辣椒 一旁如意 金锁牌上 多子多孙 一件件金雕作品 闪闪夺目 要眼逼人 不管是立体制作还是平面雕花 上头图案 活似的微妙微笑 都可以说 真的耶 不同一般铸金工厂 没有仿制铸膜 大量生产这一回事 金饰品上的一颗一画 全都出自周围70岁的金雕师 中春中 独一无二的纯手工打造 一整块的薄金片 变到枣面 胶板上不断加热 对准线条 反覆敲打 这是缝 缝的翅膀吗 还是另外的地方 然后尾巴 尾巴喔 所以尾巴你用不同的刀 对… 从质膜全形到顽品修饰 老师傅中春中毕生金雕心血 全都在这么不到半平方大的工作台上 一雕一凿成就出来 这只膝 这只膝你落一斤很简单 落第二斤 一斤斤斤斤用好 因为要平衡 对… 就落得这样 不够了 尤其做第三次 一定会发疯 这样 八十一整天没效果 如果做这个东西 做得顺了以后 落得一只做 你就可以吃饭 鱼就不能变 落得一只做就做了 如果做不行 像这个我这么凉 所以要几年 这铃片要怎么喝 要怎么喝 我一直想 这都是手工的 我这个… 我这个做人都会强调 一定要强调手工 我这个机会 人家触摸 你给人家讲手工 一头银法 一脸艺术家的傲骨神情 中春中身为百年银楼第三代船人 一身精湛工艺 却不曾在名案例之间大鸣大放过 台湾嘛 这个… 这个不是要怎么讲 这个人讲 他…你来看的 看的客人都这样 人家 剪子 重量多少 剪子多少 工钱 他这个工人讲 你的剪子 你的作品我可以接受 工钱我就不能接受 我们开架钱 一直… 一百个银楼就要去 谈到对艺术的不尊重 老师傅 赤为凡夫俗子 但谈到创作 老师傅眼底散发光彩 他做这个 我师傅 意识很高 有兴趣我做得到 你不兴趣我都做不下去 眼看船头打巾即将失传 老师傅忧心忡忡 却也只能跟着急 拿出得意的作品 原木搭腿上金雕 贵为早期 纯手工银楼中 号称 寿果仅存的一家 随着时代进步 金价的高不可攀 老师傅 回忆过往 纯盛金雕年代 感叹传人南巡 也不甚唏嘘